這個市場這個禮拜和下個禮拜 最主要的只有一個問題 中美貿易談 又不談 怎樣談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香港股票有三座大關 第一 暫時所謂的逃犯條例 暫時就先OK了 基本上都不會再大問題了 第二就是息口問題 肯定不加了 傾向減 所以股市應該有支持 美金一定會跌下來 第三 究竟現在的談是怎樣談呢 我個人的傾向就會看 特朗普是需要談 他有壓力要去談 問題就是他不能夠馬上縮沙 他馬上說你又好像墨西哥這樣說 墨西哥說他們肯努力去改善 這樣就不徵關稅嗎 跟中國不能夠這樣 中間的時候要怎樣才達到一件事 看面下台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公關技巧在下個星期六的時鐘就會表現出來 不過下個星期三開始 記得如果你有課的 不可以離開收音機 或者電視機 或者股價機 因為下個星期三 應該就是萊特希澤和劉鶴 開始建議 這個之前準備的是預備會議 如果預備會議是OK的 那好朋友就肯定了 那兩位朋友就OK了 但是預備會議 怎樣才知道OK還是不OK呢 要聽聽長一個片段 謝謝大家